昨天早上啊我朋友传了一个讯息给我 他说仲介跟他报了一块土地 然后他想要询问看我的意见 那我想要借由这个案例啊 跟你分享我是怎么样透过地号 然后搜寻资料 那我是怎么样评估 我想不想要买这块土地 或者觉得这块土地是怎么样的过程 然后我想跟你分享 那可以让你参考一下 首先你必须去下载一个APP 它叫做土地使用分区 这个APP系统啊非常的好用 它是内政部营建署的城乡发展分署制作的 它是免费可以提供给全国各个人 去做都市计划或非都市计划的 土地使用分区查询哦 那基于版面的关系 所以我是直接用电脑来做一下搜寻 这样画面比较好看 首先啊你进到Google里面啊 你要打全国土地使用分区 那你就点选第一个选项 点进去之后啊 你就会看跟手机差不多一样的系统 那你进到系统之后按同意 你就会看到哇哦彩色的世界哦 这时候左上角啊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选项 那你可以选择你手边有的资讯的部分 可以去做选择 上面这些选项啊 就是根据你拥有的条件可以去做搜寻 那像我朋友啊有给我地号 所以啊我就会按这个倒数第四个的 这一个的地级查询 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啊 下拉市的选项里面啊 你就可以开始开始去输入你得到的资讯 那因为这块土地是在台南的部分 那因为台南现在是县市合并的 所以你要找台南市 那我这边得到的讯息是下营区 所以选项会在上面 因为它是用笔画去区分的 找到下营区点进去之后啊 下面还会有一个地段 然后我们的地段是毛港尾段 这时候就输入我朋友给我的地号 按Enter 好这时候你就不需要下面的这些下拉市选项了 所以麻烦你右下角那个叉叉把它按掉 这时候这块土地的所有的讯息 都会在这上面呈现了 这边有一些卷轴你可以按按看 我这边按放大似乎这已经是最大的 所以就是你看到的讯息是这样子的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它的面积 使用分区还有使用类别 所以显然的这里是乡村区 是一种的建筑用地 可是看到这边啊 你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是都市计划内还是都市计划外 所以你把它缩小 好 你有没有看到左手边 左手边那里有一个下营区 好我们这个有点碍事把它点点按掉 你看到左手边有一个下 有没有看到一个下营部的都市计划 就是一个绿色的范围 这个包裹在里面这一个 这一个上面很明显 他就告诉你这是都市计划 所以相对的你看到这一块土地 你就知道他不是在都市计划内 所以不是在都市计划内 那就是在都市计划外了 这时候我把图面放大一看 隐约感觉到有一个路从土地中间 破过去 而且红色的下面你已隐约看到非常多的正方形 这代表这上面是有建物的哦 而且如果距离都市计划比较远的部分 那很多公共设施可能是到达不了 但是这都不能证明这块土地是不是可以买卖 这时候我就会去查询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呢 我就会到谷歌大神里面 按照我刚得到的资讯就是下营区毛岗尾段 然后后面增加实价登录四个字 打上去之后呢 就可以搜寻到很多实价登录 我们就按第一个吧 热乌网的部分点进去 好 点进去之后呢 下面这边你就会看到总共有81笔的成交记录 那下面他会很清楚的跟你说是存土地啊 或者是有建物 什么时候就是成交的 然后后面的部分是多少钱 那我们的地号呢 大概是在3391嘛 所以我就会搜寻比较靠近3391的 比如说像这个3601啊 3630的部分 好 所以你大概从这部分 你就可以判断出这地号附近呢 后面的成交价 大概一瓶都是6000块 4000块 7000块不等 那仲介会跟你报这个价钱5万块 那你应该要思考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看到的一瓶5万6 那他是不是这个地段比较好 还是说他上面是有建物呢 这个就需要评估一下 那从我们前面一些评估的状态之下 其实会发现 仲介报给我们的这块土地 上面的确是会有建物的 所以他会卖到一瓶5万块 好 这时候你看到这边也有一个旋起的 就是他这一块土地啊 一瓶要卖23.9万 总成交价是237万 而且他还盖9.9多瓶呢 对不对 所以真是无奇不有啊 所以这需要探听探听哦 嘿嘿嘿 这时候你就要放弃了吗 不不不 因为啊都市计划内的土地 说实在也涨翻天了 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 买在都市计划外也是一种选项 所以呢 你就要拜谷歌大神 Google Map 谷歌地球所赐 你应该要用科技亲自去看看 这一块土地大概长的什么样子 这不用我教你了吧 嗯 好啦 我就好人做到底好了 你看到这块土地啊 这附近有没有比较明显的地标 我这边看到的一个疾风农机 所以呢 我就会上网去搜寻 这个疾风农机是在什么位置上 幸运的是疾风农机有提供地址哦 所以把地址复制贴上谷歌 然后按搜寻 嗯 搜寻呢 幸运的是疾风农机 他有提供外部的那个石井 所以你就是把它点进去之后 绕一圈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 那一块土地是在南63香道上嘛 这时候你就看到谷歌石井上有提供南63香道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 然后走走走你对照左手边的这个 独立使用分区的图片啊 会看到左手边会有一条路 好我们来找看看 嗯 就是这一条路哦 好 然后再往前一点点 右手边也有一条路 好 这路呢 都有电线杆啊 所以这些路都是 就是可以使用的路 哈哈 以后我们会做一集 好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 再往前我们就看到这一条 嗯 这一块土地啊 我刚刚讲的就是有一条路就是沿着这边走进去 那我就觉得疑惑就是这一块土地旁边明明就有很多建物啊 那怎么会是想要买卖呢 那这个就可能有一些疑惑必须要去理解 嗯 让我们这样子绕进去啊 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建物 所以这买卖的部分一品五万块你觉得是不是很值得呢 买下来你就成为大地主了哦 要不要考虑一下呢 哈哈 哇哦 今天真是不藏私的教学啊 这些点滴都是我自己专研来的 不一定是正确哦 但是可以让你参考 也许这之间你还是有很多疑惑 比如说到底什么是都市计划内 什么是都市计划外 什么是乡村区 又什么是私设道路呢 以后啊我们会慢慢的一一跟你讲解哦 希望你今天有收获 拜拜 拜拜